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到Live Channeling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開箱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的就是這盒Premark的水彩 它是Complection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是專門抹皮膚顏色和頭髮 它也有其他顏色是專門抹皮膚顏色 例如是風景或是一些Pastel的顏色 閃的顏色 這盒12色左邊是一些淺色的皮膚顏色 右邊是一些比較深的顏色 可以是畫頭髮、眉毛 我拆開它之後就發現 原來它的牌序和它的牌序有少少不同 但是要符合它附送的試色紙的牌位 你也要跟這個牌序的 我一會兒就會拆開它們 然後逐個逐個試色給大家看 其實我起初想學畫畫的時候 都是想學人像先的 但是人像實在太難了 只要比例錯了少少都會不似 和不好看 所以這次買了這盒水彩 我希望可以有多點心機去練習 好 全部都拆開了 那我們一起試色吧 通常我試色的時候 除了看看顏色和色彩 像不像之外 還會留意一下 它這個系列的顏色 的種類夠不夠多 會不會每一隻顏色都很像 這次我覺得這一盒的顏色 例如是啡色 它都有很多不同種類 有些偏黃一點 有些偏紅一點 是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所以就不會有我之前所說的情況 可以說一下的就是 它有一個金色在右上角 那這個金色是真的閃的那種金色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去試一下 畫一個女仔 試一下效果的 首先由那個面的顏色開始上 由一些淺色的開始 然後就逐點逐點加深 用平時的水彩 一般來說它是不會有一種肉色的 通常我們就會用Yellow Orca去混 但是問題就是 可能你每一次混的肉色都會很不一樣 而且如果你想混一個很淺的肉色的話 通常難度都會很高 但是這次這一盒水彩 它用的顏色是貼近平時皮膚用的顏色 所以畫人像的時候就會容易控制 剛才我已經上了一層的頭髮底色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深一點的顏色 去加上頭髮的線條 讓它像頭髮的髮絲 其實這個女仔我之前已經畫過一個類似的 所以這次再用這一盒水彩來試的時候 一會就可以做一個對比了 好,那我就加上之前那一幅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左邊這一幅新畫的是 比起右邊那一幅皮膚細緻很多 均勻一點 沒有那種一塊塊的感覺 不過這次整體來說 我是畫得淺色了的 不論是面色還是頭髮的顏色 如果我下一次再掌握得好一點的話 應該這一盒水彩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效果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興趣看我其他畫人像的影片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想買這一盒水彩的朋友 希望這一段影片幫到你了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聊聊天 或者在IG找我都可以的 下次再見,拜拜